第161集 他不想因为自己而给夜晨添麻烦 夜晨点点头 他一道神通 但不是什么人都会治 一切都看心情 好了 我先洗个澡 赶了一天的路我也该补个教 你要一起吗 夏若雪美眸流转 开玩笑道 夜晨刚想说什么 夏若雪便扭动着翘臀 向着二楼而去 浴缸好像太小 想想还是算了 雨落 传来了夏若雪咯咯的笑声 夜晨无奈地摇摇头 夏若雪这丫头 怎么把孙姨的这招学来了 他也没有多想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手心握着那黑色石头 轮回墓地的一切彻底洞悉 第三座墓碑还是没有动静 难道自己的境界还不够 还有 陈情仓说自己是他们的翻身之人 究竟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这群人无条件的让他变强 是为了对抗什么 夜晨的脑袋感觉一片疑惑 不再多想进入了修炼状态 瞬间 轮回墓地的无数灵气向着夜晨的周身涌去 他身上的鸿芒闪烁 一丝丝龙笑 震颤整个轮回墓地 京城一处电雨 一个国字脸的男人 一掌拍在了面前的石桌之上 石桌是零石打造 坚硬无比 但是在国字脸男人的掌下 产生了一道道 如蜘蛛网一般的细纹 国字脸男人 就是让华夏无数人 闻风丧胆的 郑仁爵 华夏宗师榜第七 甚至比江建峰 还高出了两个名词 华夏宗师榜 越是前面 每一名的差距就越发巨大 郑宗师 让我们根本想不到的是 那小子身边 竟然还有一位顶级强者 名为罗刹 看他出手的方式 绝对不会低于 华夏宗师榜前五十的存在 听到这句话 郑仁爵眸子一缩 罗刹 华夏根本没有这号人物 你们可有照片 亦或者画像 华夏宗师榜前五十名 我大致能分辨住 那人连忙掏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头戴鸭舌帽 再加上墨镜 几乎遮盖得严严实实的 郑仁爵 直接将照片 甩在了桌上 虽然此人遮盖了面容 但是从身形的主体来看 应该不在 华夏宗师榜之上 给我查 还有 那叶辰 斩杀了方中信 难逃一死 三天内 将这两个杂碎 带到我面前 他倒要看看 什么人竟如此狂傲 敢不把江南省五道协会 放在眼里 实际上则是看不起他正人诀 被他逮到 定不让那两人好死 京城一处大院 一个精寿男子急匆匆地走来 还没敲门 屋内的江建峰 真气一宁 门就开了 他的目光看向那个男子 淡淡道 难不成那孽种 又闹出了什么幺蛾子 对了 他和方中信五道台的结果如何 方中信实力虽然不强 但是能踏入华夏宗师榜前一百 也不是那孽种可以敌对的 他似乎早就习惯了 每次经受男子的出现 必然意味着江南省 便宜自天 精寿男子点点头 眸子有着一抹深深的巨异 组织了一下语言 开口道 江先生 武道台的结果 那孽种胜了 嗯 江建峰站了起来 眸子诧异而又震惊 斩杀江南省唐澳 如果还算情理之中 那方中信败 就真的是意料之外了 还被那孽种赢了 怎么可能 精寿男子思考数秒 语出惊人道 江先生 那孽种不光赢了 还在武道台上 斩杀了方中信 以及其余三位强者 什么 江建峰再也忍不住 伸出手 抓住了男子的手腕 身上杀鸡爆发 开口道 你能保证事情的真实性吗 肯定 男子猛的抬头又道 不过 另外三人不是那孽种所斩杀 是一位叫罗刹的男人 此人很神秘 实力深不可测 如果论华夏宗师榜 必然在我之上 甚至我感觉此人爆发权力 能进入华夏宗师榜前三十 关键 这罗刹对那孽种的态度 极其尊敬 就好像 好像是夜沉的奴仆 话语落下 江建峰心中掀起惊涛海浪 这几年来 他那一直没有波动的心 竟然因为一个毛头小子 齐齐涌动 关键还是一浪更比一浪高 一个顶级强者 居然对那孽种尊敬 开什么玩笑 但是面前的男子 不可能欺骗他 看来那孽种身上 有很多秘密 给我准备飞机 我倒是要会会 这江家的孽种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那金兽男子一正 诧异道 江先生 您准备去见那孽种 老爷子不是说 和那家人 永久断绝关系吗 江建峰冷冷一笑 我只不过好奇 佩戎那逆天的天赋 和一个蝼蚁 能生出什么样的货色 如果那家伙让我不悦 杀了便是 下午三点 夜沉睁开眼眸 吐出一口浊气 他尝试了好几次 想要冲破气动镜 第六层 都是失败 不过想想也对 今天连续突破 两个小境界了 如果再突破 真的逆天了 他也该知足 唯一的遗憾 第三座墓碑 依然没有动静 他理了理烈火宗 陈情仓 留给自己的一些信息 很大一部分是模糊的 但是有一招五计 却无比的清晰 焚天掌 顶级五计之一 焚天骑鸿而出 可越级斩杀千人 陈情仓身上可不会有什么垃圾 五计必然顶级 夜沉按照上面的线路运转真气 微微凝聚 周身煞气凝聚 突然 掌心竟然涌出了一道火焰 很微弱 几乎看不见 他甚至能感觉到一丝灼热之感 从手心袭来 他眸自闪烁杀机 朝着大门猛然轰出 手中火焰爆射 整扇大门轰碎 不光如此 周围更是火焰爆发 这门可是夜灵天 用特殊材料加固的存在 竟然直接碎裂 可见这一掌的威力 眼看周围火势蔓延 夜沉手臂一震 风起 瞬间熄灭 夜沉呼出了一口浊气 看来要专门给自己 打造一个修炼室了 他刚才只不过想试试威力 还没有释放权力 竟然就变成如此地步 焚天掌 果然名不虚传 就在这时 隔壁的房间门打开了 穿着丝绸睡衣的夏若雪 走了出来 丝绸睡衣薄如纤维 根本遮挡不了夏若雪 那曼妙的身材 更为关键的是 睡衣下是真空了 夏若雪揉着睡眼 迷迷糊糊地 看了一眼夜沉的门 诧异道 嗯 夜沉 你这是做什么 准备把别墅炸了不成 我突然有些后悔住进来了 你赶紧处理一下 不然等孙姨回来 你就麻烦了 说完 他脑袋清醒了几分 顺着夜沉的视线低头一看 瞬间发现了什么 翘脸飞红 脸盲转身向着屋内而去 就这样 房门关上了 夜沉清醒了过来 看了一眼破碎的大门 无奈地摇摇头 直接打个电话给夜灵天 让夜灵天那边 派人过来修理一下 为了不打搅夏若雪 夜沉便准备去下楼修炼 刚闭上眼睛 门铃就被暗响了 他皱了皱眉头 起身去开门 当门打开的刹那 他看见了一个青年 青年身旁站着 两个气息不错的鼓舞者 能有这种高手做保镖 背后的底蕴 应该还算不错 你找谁 夜沉淡淡的 语气没有丝毫的波动 你就是夜沉 那人显然没想到 夜沉会如此年轻 看起来才二十岁左右 夜沉没有说话 显然在等待着 对方的后话 夏若雪的外婆 就是你治好的 对 夜沉道 他已经猜到了 这青年的来历 应该就是刚才 夏若雪口中的事情 既然你是夜沉 那你跟我走一趟 我爷爷需要你的治疗 对方的语气 仿佛充斥着毋庸置疑 与其说是请求 不如说是命令 夜沉眸子闪烁出一丝不悦 只吐出一个字 滚 下一秒 大门轰然关上 隔绝了一切 那青年显然没有料到 夜沉会拒绝 自己连身份都没有表露 对方为什么拒绝 他有什么理由拒绝 屋内的夜沉还没坐下 门铃又响了 他本来不打算理会 但是一想到夏若雪 正在上面休息 他还是再次打开了房门 那青年连忙道 夜沉 我是寒家的人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一旦你治好 我保证 你的荣华富贵 享受不尽 在他看来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夜沉必然明白 此事有多么重要 说不定甚至会跪舔自己 车子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走吧 我如果不走呢 夜沉的毛子泛冷 那青年一震 脸上威胁之意凝重 走不走 由不得你 带走 雨落 那青年身边的两人 身子就冻了 但是他们还没出手 就感觉到一股 极其骇然的气浪 向着他们涌来 下一秒 他们的身子 直接轰飞出去 半空中 更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见到这一幕 青年显然没反应过来 你他妈找死吧 话还没说出口 夜沉一脚踹出 我最后说一遍 滚 如果不是因为 不想在门口 沾染你们的血 可能你们早就成为 一具尸体了 他的声音冷至骨髓 青年身子砸在了地上 一个翻滚 有些狼狈 他那火热的毛子 射向夜沉 刚想说话 一道倩影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是一个 大概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姐 这小子阿岁 话还没说完 那女人一巴掌 扇在了青年的脸颊之上